男子为了救未婚妻 被罪嫁肇事者撞死 未婚妻结明婚完成男子心悦 欢迎收看三老爷惊奇手闸之伴娘 这件事情要从我的一个朋友说起 他叫胡娟 是我以前在工厂上班时认识的好姐妹 只是我离开工厂后 有一两年不联系了 那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说是要结婚了请我做伴娘 虽然长时间没联系 觉得有些唐突 可毕竟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很好 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店见面相谈 见了面之后多少有些生疏感 而且两年不见胡娟略显悄 坐下聊了几句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以前在一起时的感觉 胡娟说他一周后结婚 因为没什么朋友 所以想请我给他当伴娘 他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我很替他开心 就答应了他 一周后我乘车来到了他家 我一下车就看到一个男孩等在路边 说是胡娟的弟弟 胡娟让他来接我 按理说姐姐嫁人应该是开心的事 可是我却没有在胡娟弟弟的脸上 看到一点喜悦 相反的还有一点阴郁 我一又跟在他后面 觉得有些尴尬 就开玩笑地问他未来的姐夫是不是很帅 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也没正面回答我 我也没再说话 跟着他到了他们家 让我奇怪的是 他们家一点结婚的氛围都没有 甚至连一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没见到 胡娟的父母见了我很高兴 也很热情 在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们胸前都带着白花而不是红花 和他们聊了几句 却并没有看到胡娟 胡娟的妈妈说他在做婚礼准备 等一下就能见到他 可婚礼都要开始了 我还是没看到有人来参加 我正疑惑的时候 从外面进来了一个穿着糖装的人 说是时辰到了可以举行仪式了 胡娟的妈妈把我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 我一进去就愣住了 那屋子里摆着一张拱柱 上面点着白蜡烛 在屋子当中用布盖着一个很大的长方形东西 那个穿糖装的人说人到齐了 可以开始了 然后掀开了那块布 那块布下面盖着的竟然是一口大棺材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棺材里面躺着两个人 一个是我朋友胡娟 另一个是一个青年 我并不认识 我被眼前的一切搞猛乱 胡娟让我来给他做伴娘 可他怎么会已经死了呢 我正理不清头绪 胡娟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我 吓得我转身就想往外跑 就在这时候 胡娟突然从棺材里坐了下来 叫我不要走 我虽然害怕 可还是能分辨出来胡娟没死 是个大活人 胡娟把我叫到了院子里 跟我讲述了一段 发生在他身上的残事 棺材里躺着的就是他未婚服里东 两个人近期一直在准备婚礼的事 那一天两个人到镇上订了酒席 浑浑浑浑浑的往家走 正走着呢 从他们身后驶过了一辆货车 已经开到了他们进前 却并没有停车和避让的意思 李东感觉不对劲 一把推开了胡娟 胡娟倒在了路旁 而李东却来不及闪避了 那辆货车完全没有减速 向着李东撞了过去 李东被撞飞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当场死亡了 而那个货车司机后来也被找到了 因酒驾杀人逃逸被判了刑 虽然肇事的司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可胡娟却怎么也放不下 他想完成李东的一宴举行婚礼 也就是迎婚 而举办那样的婚礼 就按正常的规矩办 要有伴娘和伴郎 而对办殷婚的当伴娘会折手 所以他身边的人都不愿意 他朋友又不多 所以才想到了我 看着胡娟哭得那么伤心 而我又不信什么折手一类的说法 就答应帮他把仪式办完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房间 胡娟又躺到了棺材里 有那个穿堂装的人 给举行结殷婚的仪式 胡娟躺在李东身边一脸的甜蜜 这原本诡异的画面 我不但没害怕 反而有些感动 举行完了仪式 胡娟要留我在那住一晚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 就婉拒了他 胡娟把我送出了老远 以个尽的感谢我 其实我也是被他对李东的真情感动 能帮他完成心愿我很开心 我告别了胡娟 走出一段路后回头瞅了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到了李东站在他旁边